实际上中医和现代医学是两种相互补充的医学 在中国中医和西医同时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 我们觉得两个医学是相互补充的 为老百姓的健康提供了多一种选择 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从整体出发 因人而异强调整体的作用 所以通过药物或者非药物的方法来调整人体自身的机能来恢复健康 所以这种方法是一种绿色的安全的有效的 针灸是由经络理论和穴位理论组成的 所以通过针刺人体一定的部位 或者是用燃烧的碍液 胸着人体一定的部位来调整人体的功能来治疗疾病的 所以这个针灸的核心是经络和穴位是非常重要的 针灸在针刺过程当中通过在穴位上提擦 加年转和行针来加强刺激来调整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功能来治疗疾病 所以这个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医针灸列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就是因为通过穴位的刺激来调整自身机能这种理论和实践 觉得具有优越性 就是中医针灸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是全人类的共有的文化遗产 世界卫生组织对针灸进行了非常科学的研究 他们认为针灸对64类疾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中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中国用现代科技也来发展中医 比如说利用临床凶症评价的来探讨研究 这个针灸的效果 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证明针刺症痛 针灸之病的道理 另外也用现代科技研发新的 起表刺激的治疗的仪器 比如说各种的电针仪 我认为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中医的观点是天人合一 中医看病的时候 把一个人的病跟自然界 跟社会跟人体的五脏六腑 各种功能是联系起来看的 所以中国人把这个叫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那么在看病的时候也强调这个辩证私治 就应人应地应时进行治疑 这都是天人合一这个观念的一个整体的起现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涵 所以我们中医看病是讲整体上进行调理 第二个呢就是中医崇尚的是天然和自然 你比如说中医治病用的药物都是自然界的药物 把自然界的药物封为寒热温凉 来调整人体的结构 另外针灸取得血位 就每个血位跟药一样 就是人体不同的疾病 刺激不同的血位能治疗疾病 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 它是一个天然医学 也是一个人体自然医学 中医医生或者中医针灸医生 作为医生来讲 我们要掌握很多的知识 现代医学的我们要学的课都得要学 我们的生理药理病理解剖西医的 这些内外父儿都要学习 另外还有中医的我们中医的诊断 中医的方济中药 还有阴阳五行经络 这些知识都要学习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医生 在大学要学习五年 然后还要进行一年的系统的全面的实习 再参加全国的国家考试 如果考试通过了才能做医生 《徐玉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